所以,動物到陸地上生活之後呢,看起來有這樣的一個必要性,就是 OK,陸生動物的話,看起來有這樣的需求,它需要呢,把來自於組織細胞回收的堅...堅養性 然後跟來自... 然後跟來自呼吸器官的沖揚險,要分開收緊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是合理,因為一旦在陸地生活之後,那個氣體的交換方式不同 OK,所以很有可能是因為配合循環,呼吸系統的需要 所以呢,這時候,那個把呼吸系統跟組織細胞,這樣的血液直接分流 那分流處理的話,所以分開收集,看起來有它的必要性 那心房呢,是收集血液的,好,所以呢,一個心房呢,負責去收集減陽血 那另外一個心房呢,去收集沖陽血 好,所以在收集這個環節,基本上它是合理的 但是,在從兩、三道爬蟲這個過渡時期裡面呢 沖昂血、減陽血,雖然在收集這個環節做的是OK 可是它在輸出這個部分,很不OK,因為接下來它的心室有問題 它的心室呢,暫時隔間還沒有做好,所以就會導致一個必然的結果 就是當沖陽血進到心室,當減陽血也進到心室 所以就會導致沖陽血跟減陽血混合 所以它的最麻煩的問題是說,比如我本來預期的沖陽血的品質是100% 那如果以1比1的混合的話,那等到我從心臟輸出這個血液的時候 組織細胞實際能夠獲得的好處就只有50%,那就打折扣了 好,所以這種心臟的區隔,在雙循環這個設計上面有瑕疵 就是它的心室這個部分隔的不好,那隔的不好還是有程度的差別 所以從兩身到爬蟲那個狀況呢,大概改善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把那個心室這個地方做一個這樣的橫切 然後從下往上,往裡面看的話,這個地方假設做一個橫切 然後從下往裡面看的角度,大概會有點像是 那個兩身類呢,其實它有嘗試想要去把這個隔間做好 可是呢,它那個牆呢,就只蓋了那個矮來的 好,然後所以到了爬蟲呢,到爬蟲就好一點了 好,這是心室內到中間那個,中間想要隔一道牆 那個牆呢,就築得比較高 你看,所以牆越高,所以這邊是減陽血進來 然後沖陽血進來,牆越高 減陽血跟沖陽血混合的比例就越低 OK,所以到哪個時候才做好 到了這邊,鳥類跟沖陽血才做好 所以正式隔開 正式擁有很完整的兩個心法兩個心室 所以兩心法一心室,你可以把它當成是演化的過度時期 就是那個雙循環的路線已經建立好了 但是心臟這個部分的配合暫時還沒有到位 所以你看那個兩身跟爬蟲一般來講,體型相對來說也比較小 但是恐龍也可以算是特別的 OK,好,所以到了兩心房兩心室 我們等一下就用人體的心臟架構來去談 就是沖陽血跟減陽血可以徹底分流的 就不會再有這個混合的問題 這邊,在下面那個循環的圖 所以接下來人體的心臟的部分 沒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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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的那個方向來去分的 所以上方是心房,然後下方是心室 到時候我們去看那個珠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心臟上面有兩個額外的東西掛在上方 那個一般有一些教科書畫的心臟都會讓人以為 那個心臟是一顆輪廓很完整 能夠曲線非常的拼滑 其實這個直線在哪裡,直線於心室周圍 因為心房有一點像是掛在那個心臟上方的兩個附屬物品 然後有點扁扁的 所以心房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名詞你可能聽過 就是把它叫做心兒 所以從這個詞去想像一下 它有兩個薄薄、空心、空心 然後我掛在心臟上方 然後甚至於你吃那個豬心 吃豬心嘛 你吃豬心的時候其實很多人吃豬心 這個地方是直接切掉的 因為心房的口感比較不好 但是有點浪費它 然後所以那個肉比較扎實的 就是那個心室這個部分 所以心房跟心室光是從外觀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們是位在不同的位置的 那內部一切開當然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就是整個心臟內總共四個格間 兩個心房然後兩個心室 然後心室的話它的心肌的厚度 會比心房厚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絕對不會認錯 然後再來一般來講 那個心室裡面 因為肌肉比較發達的關係 所以那個肌肉比較發達 除了那個表面有沒有 會有那個肌肉的骨折 就是有起伏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是一般剖開之後心室內的特徵 然後接下來那量心房量心室 你總要隔出四個空間 所以呢心臟的左右邊是這樣子隔 就是這邊一隔開之後呢 左右邊絕對不能互通 然後所以這個負責隔開兩邊的 叫做心臟的中隔 心臟中隔 好然後心臟中隔呢 在靠近心房這個附近 這邊 當年你還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這地方以前曾經左右是互通的 OK 因為那個時候的血液循環 跟你出生之後的功能上 有一點很大的差別是 你當後來在媽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那個氣體跟養分的交流 其實主要是依賴那個肌動脈肌精脈 所以那個時候的心房 還沒有那麼強烈的必要 就是我要把它隔成那個 減陽血跟沖陽血 那個時候呢 左右心臟是兩邊的空間 是可以共用的 但是那只限於 還在那個媽媽肚子裡面 那段洗的時間 所以出生之後呢 就變成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呢 那個暫時性的互通的通道 要出生之後要隔開 那如果不隔開的話 就麻煩了 因為出生之後呢 接下來等你的肺開始運作的時候 那這邊是減陽血 這邊是沖陽血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沖陽血、減陽血就會混合 所以不隔開 有一點麻煩 聽過最可怕的例子就是 那個小朋友的那種 哭鬧應該很平常對不對 就曾經聽過一個例子 是小朋友在哭鬧的過程當中 哭哭哭哭哭 然後一直不停 然後突然間瞬間身體發黑 那是什麼 因為缺嚴重缺氧 可以想像這樣 這是太 哭鬧的時候 那個劇烈運動 然後那個左右邊 那個血液開始混合 所以如果隔開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 可是這是左右 上下的隔開呢 用的是半膜 然後 心房心室之間呢 有半膜 一般統稱 如果你現在沒有特別要去指名左右的話 通常我們就把它叫做防釋半 用來說明這種半膜 會在心房跟心室之間 這種半膜其實很薄 薄到幾乎快要半透明狀態 所以我們只有補足性 你就會看得到 你就會發現 那個不是要阻止血液逆流 怎麼會是薄薄這樣一片這樣子流 它的那個阻止血液逆流的功效 其實沒有 這邊其實還要依賴一些其他的 搭配的支撐物 才有辦法達成 那可是防釋半呢 因為左右邊的造型不一樣 所以那個 如果你要特別指名左右的話呢 左二那個左邊 左邊 左邊這一組呢 你可以直接指名它叫做二肩半 然後右邊這個呢 就叫做三肩半 那如果你沒有 你現在只是要 要強調那個心房心室之間有半膜 你可以直接用防釋半膜 那如果要特別去指名左右邊的話 就是醫生如果用到重用詞的話 那你就知道一下 二肩半是指左邊 然後三肩半是指右邊 然後左二又三 這應該蠻好記得 所以這是第一個 最明顯跟心臟自己本身 直接相關的半膜 然後功能呢 用來控制血液流動的方向用的 那一般正常的情況 我們會希望 血液只會從心房進入心室 我們不希望在心室收縮的時候 血液會逆流回到心房 我們希望血液在收縮的過想當中 心室血液只會進入動脈 所以接下來 跟心臟周邊的直接相關的血管呢 一般來說的話 那個 跟心房接的就是叫做靜脈 那跟心房接的血管 血液一定是回來 然後跟心室接的一定是動脈 因為跟心室接的血管 血液一定是往外聯 所以 左心室它代表的是 體循環的起點 所以它接的那條血管呢 就是主動脈 而且主動脈有一個很大的造型的特色 就是它一出去之後 馬上會造一個非常大的轉彎 因為心臟以下的比例 遠比心臟以上的比例還要大 所以這個管子呢 主管線就彎曲向下 然後呢 往兩隻手跟頭部的 再分一些小管子出去 這是我們的管線的配合方式 所以通常主動脈一出去之後 馬上在心臟上發會形成一個很大的轉彎 這個轉彎呢 我們就稱為主動脈弓 所以這個是 那個 直接緊鄰的左心室第一段 這個最打擊的這個動脈 那 右心室呢 代表的是肺循環的起點 所以它一出去之後 所接的這個血管呢 我們就稱為叫做肺動脈 那因為肺分左右嘛 所以肺動脈一出去之後呢 馬上在心臟上方 就分支向左右邊 所以它的目標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這個是直接在心臟附近的這個血管 配合兩個心室 左心室接主動脈一出去 形成主動脈弓 然後 右心室的話 接肺動脈 肺動脈一出去之後 左右分支 進入左右肺 這個是動脈的部分 然後 靜脈的部分的話呢 右心房 基本上呢 是體循環的終點 所以它負責收集 我們全身回收的血液 可是 血液回收的時候 就比較多說一點 我們就以心臟以上 跟心臟以下 走不同的路線 心臟以上 走上腔靜脈 或者叫上大靜脈 然後心臟以下呢 就走下腔靜脈 然後 上下腔靜脈 直接 同時進入右心房 所以 到時候 珠心剖開 你甚至於 會覺得 那個右心房 感覺不存在 因為它 這樣畫是為了 讓你看得出來 事實上 你到時候看你會覺得 根本右心房 就等於是 兩個關子 然後呢 剛好在這地方接起來 就這樣 你看 連這個地方 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你都覺得好像沒有這樣 所以 上下腔靜脈的話 是同時 進入右心房 等一下這邊還有一個 要交代的 然後 左心房呢 是肺循環的終點 然後 肺脹回來的血液 比較麻煩 那總共走了四條路線 所以你看這個心臟那張圖 應該可以看得到 它會在這邊 給你畫個兩條 血管 然後跟你講 那個是肺靜脈 那所以 它其實是這樣子 呃 來自於右邊這邊 有兩條肺靜脈 然後這兩條肺靜脈 繞到心臟的後方 然後大約從這個地方進來 然後 左邊這邊也是一樣 左邊這邊呢 也會有兩條肺靜脈 所以呢 左心房 總共有四條 接了四條血管 就是兩條 左右邊各兩條的肺靜脈 所以總共是四條 然後右心房呢 總共接了兩條血管 就是上腔靜脈跟下腔靜脈 所以心房接的血管 就是接二或四 然後呢 心室都是接一 所以回收這個部分的話呢 比較需要多一點的血管來配合 這個是心房心室 一個比較大的這個特色 所以接下來 那 當心房的血液能夠順利的流向心室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通常在心室收縮的時候 血液可能會逆流回到心房 所以這時候呢 就要靠房事辦來主持 好 可是另外一個 可能會發生血液逆流的風險的地方 是在於 當你心室收縮的時候 心室收縮所形成的壓力會大於動脈 左心室這邊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心室收縮血液正常來講 如果房事辦關閉 那我就不會往回跑 他只會往動脈裡面跑 那可是等到血液送到動脈裡面之後呢 現在動脈被迫擴張 然後呢 心室 心室這頭是這樣 動脈被 心室縮小 動脈被迫擴張 然後等一下呢 動脈利用他自己的這個平滑劑 要縮回去的時候 那變成心室這個時候呢 他開始準備舒張 所以動脈這頭壓力會大於他 大於心室這一頭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血液 有逆流風險的時間 然後時機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好在動脈肌部這個地方 再設計一組半膜 那半膜的門片 就是那個半膜的指的方向 一定會指向血液的流向 比如說房事辦 他活動的這一頭 一定是指向血液的流動方向 然後 位在動脈肌部這個地方的半膜也是一樣 他會指向血液的流動方向 所以當動脈的壓力大於心室的時候 血液要逆衝的瞬間 這時候呢 半膜就會被迫感染 你看齁 然後 心房心室之間的叫房事辦 然後動脈肌部這個地方 就叫做半月半 左右兩邊都一樣 這個是直接跟心臟有關的半 然後因為大部分的資料啊 因為這個書都是這樣子寫的 他都會寫說那個半月半 位在動脈肌部 那這樣很尷尬喔 位在動脈肌部 到底是屬於動脈的 還是屬於心臟的 你聽懂我意思嗎 那大部分的教科書 都把半月半 列為是心臟的構造 那所以也就是說 動脈沒有半 那因為這是大部分教科書的 認定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按照這種認定方式 比較不會出錯 所以半月半屬於心臟 不屬於動脈 所以動脈沒有半部 所以比較會常看到這樣的一個說詞 OK 所以 肉眼直接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我們剛才dev成 con 比特地的組織 有和我 它們都還在這個組織 是因為有說寧的 非常有說明 絵的好事 然後再不想要做 你沒有說明 就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的下一個問題是 心臟必須要有收縮放鬆的能力 因為我們需要透過這樣的動作來推動血液的流動 所以它是循環的動力中心 主要是因為心肌具有這樣的特質 後來我們就發現心臟在決定要不要收縮或放鬆 基本上主要是由它自己決定的 因為這整個心臟它的基本組成的細胞就是心肌 三大肌肉之一 肌肉細胞我們分成三種 就是跟骨骼配合的骨骼肌 然後跟大部分內臟配合的平滑肌 比如說血管、消化道這種平滑肌 然後再來就是只發生在心臟這個地方的心肌 然後因為這跟我們上次已經詳細談過 所以我就不再想談了 可是後來發現心臟它要跳動叫心活 主要是由它自己決定 它利用在上腔經脉剛要進右行反靠近天花板 這個附近有一群特化的心肌 因為肌肉細胞跟神經細胞 肌肉細胞跟神經細胞都可以產生一種現象 叫做膜電位的變化 不是只有膜電位而已 理論上應該是所有的生物應該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細胞膜的關係會使細胞內外帶電的物質 它會呈現一種不均勻的分布狀態 然後我們把這個現象叫膜電位 那大部分的細胞通常它會希望那個膜電位是固定的 因為那個跟物質進出有關係 這個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談這個環節 那可是肌肉細胞跟神經細胞我們發現它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它會刻意去操作膜電位的改變來讓它做事情 那所以它做什麼事情呢 以心臟來說的話呢 它在肌肉收縮的過程它的膜電位會發生改變 所以它是利用改變膜電位來造成肌肉收縮的那個現象 那神經細胞呢 神經細胞是利用膜電位的改變來傳達訊息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那個神經纖維 然後它才傳達電的訊息 就是沿著那個神經纖維的表面有一連串的那個電解質的流動現象 這樣子 所以我們身上主要就是這兩種細胞可以改變膜電位 可是如果以心臟一般的心肌細胞來說的話 當心臟要動作的時候 這時候它發生膜電位的改變 這無可厚非 這是本來它應該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個特化的心肌比較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可以主動的 透過膜電位的改變 然後去影響 去影響臨近的心肌細胞跟著發生動作 所以它的角色有一點比較是變成是主要的 就是整個心臟周邊的這些細胞到底要不要發生收縮的動作 要看這個地方有沒有先發生膜電位變化的現象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先發生膜電位改變的現象 緊接著它就影響到旁邊的這個心肌細胞 然後將這個膜電位的變化這樣蔓延下去 所以整顆心臟就開始發生收縮 整顆心臟就會有循序性的收縮 就是從心房區先收縮 然後心室區再收縮 你看齁 這樣可以了解 好那再來這個區域的心肌細胞就很特別 它在產生膜電位變化的時候呢 又有規律性 所以你一定聽過這個詞 它有一個稱呼叫做 節律點 所以節律點就是心房壁 右心房而已 右心房的心房壁 在上腔肌脈剛進來那個附近 有一個小區域的特化的心肌細胞 所以它的本質 它的本質是肌肉細胞心肌 可是它的動作方式非常像神經元 所以特別用特化的心肌這個詞 來去形容它 那它另外有一個比較好的標準的說詞 叫鬥房節 所以節律點只是在形容那個 它發出訊息具有規律性 那如果你要從那個 心臟 循環系統常常喜歡把那個 神經系統也喜歡用這個詞 就把那個整個系統裡面 所以某一個特殊的點的名稱 就是什麼什麼節 所以叫鬥房節 或者叫節律點 然後接下來這個訊號 一般來說的話 它傳到心房周圍之後呢 看起來可能訊號會變弱 可是心勢還沒有充分感受到 可是心房收縮完下一個動作 通常是心勢收縮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接力的設計 在心房跟心勢 心臟中隔 靠近心房心勢這個過渡的地方 又另外形成一個叫做防釋結 又是特化的信息 然後呢 接下來 它們仿照神經系統的方式分佈電線 所以防釋結的角色是這樣子 當鬥房節發出訊息引起心房 先收縮 心房收縮 不就是可以把血液從心房送到心勢 這時候心勢就可以拿到血液了 所以等心房收縮完就換心勢收縮 可是這時候訊號要到達心勢 心勢的肌肉比較多 比較發達 所以這個訊號呢 可能沒有辦法充分傳達 所以它用一個接力的方式 就是這個鬥房節的訊號 會引起防釋結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把訊號呢 強化一次 然後再繼續延續下去 那因為心勢的牆壁真的很厚 所以它不只是從這個點 它在自己呢 牽了一些電線 那這個電線呢 靠近那個顯示中隔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防釋束 然後延伸到外面之後 稱之為勃金絲纖維 都是電線 它們是從那個防釋結這個地方延伸出來的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特殊的設計方式呢 讓心勢的周邊的這些心機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感受到那個該動作的訊息 然後接下來引起整個心勢區的收縮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心臟開始 輸出血液的開始 所以心臟我們後面會講到那個整個心勃周期 就是心跳 前面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心房先收縮 第二個階段就是心勢才收縮 所以心臟的收縮過程不是整顆心臟同步性的收縮 然後再同步性的放鬆 它是有分動作的 好 所以整個雙循環的設計呢 在心臟的這個設計上面來講 到這個地方算是完善的 鳥類也是 不過鳥類的心臟基本上比較小 而且為了飛行 其實它在體型 在循環系統 在骨骼 在內臟上面都做的相當程度的調整 比如說骨骼狀況等等 所以你看有吃過雞心 雞心 雞心 我沒有考核嗎 考核 真的嗎 我先問一下 那個風災過後 校園頭可不可以考核 現在 現在考核 好 其實如果你們沒有很苦悶的話 我看我們就不用考核 這邊 有沒有哪邊 我懂的 所以你看那個講義上那種心臟的畫法 那是很標準 可是心房跟心獅啊 從外觀上開始就可以看到不同 切開之後呢 那個後脖 牆壁基本上那個差別性也很大 OK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是配合 下一個是配合那個心臟循環動力中心的管線 通通都叫做血管 那剛剛已經先定義過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從流動的方向來看的話 血液離心 離心 離開心臟的就是動脈 OK 那離心一定是他配合那個心臟 好 那所以血液回心的 基本上就是靜脈 所以他一定是配合心臟 OK 那一般來說的話呢 因為心臟在收縮的時候 他會產生比較大的血壓 所以通常動脈呢 他的要求就是那個 管臂的彈性 擴張跟縮滾的能力要比較好 那靜脈這一頭基本上呢 相對就好很多 因為他不用承受到這麼高的壓力 所以靜脈就不用這麼厚 好 所以放那個收縮的能力其實也變得比較弱 好 可是最小型的動脈跟最小型的靜脈之間呢 基本上是微血管 微血管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用內皮細胞 要搭配的能力 像這樣子 一樣的樣子 所以可以把我們來做 來做好 因為我們來做好 就這樣 好 好 所有的血管的基本層 這是內皮細胞一層 然後它是扁平裝的細胞 然後去框出一個管件 所以回血管它只需要這樣的厚度 因為這個地方是閉鎖式循環系統固執交換的主要部位 開放式循環系統的物質交換是血淋巴直接對著組織細胞 直接去做交流 那閉鎖式不是,是間接 所以像這種物質交換的主要的血管它一定要補 這樣可以減少物質進出的障礙 可是因為你只有用了一層細胞去做出一個管子 這個管子當然會有一點比較鬆散的風險 所以在內皮細胞跟主織細胞之間 你看管子外面就是主織細胞 它就在稍微做強化的一下 用一些分泌物 把這層細胞框起來 這個是為了怕管子有一點架構不是很牢靠 所以用一些材料把它框起來 然後它的名字很容易會造成誤解 這個額外的這個強化管線結構的叫做基底膜 可是它不是那個磁雙層,它不是細胞膜 它只是一些蛋白質,然後堆 然後那個比較致密一點這樣子 所以不管是微血管、動脈靜脈 這個基本層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是動脈的話呢 動脈它的用到的內皮 因為它需要比較大的管腔 所以這個時候它當然就需要有一層比較大的管腔 用到的內皮細胞會比較多 好,所以用白色來表示內皮細胞的話 花厚一點喔 因為這個比例不對稱 可是這樣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所以下一個層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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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是它在內皮細胞到平滑肌這個地方 會穿插的一些 這個眼睛沒什麼顏色 再用一次藍色 就是它會在這個地方 肌理膜之外開始呢 它會刻意加比較多的彈性纖維 這是一種蛋白質 以前講結體組織的時候有提到過 彈性纖維會出現在細胞外面 然後所以動脈呢 為了強化它的彈性 第一個 它的肌肉腸會比較厚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它在肌體膜外面這個地方呢 開始出現很豐富的彈性纖維 大幅度的增加它的彈性 可是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管子 然後這個管子的外面 它可能要接觸誰 它可能是接觸其他的內臟細胞 也有可能是接觸肌肉 對不對 比如說一般你這個手這樣捏一捏 就會有幾條那個血管的輪路 那隔壁不就是一邊是皮膚 那一邊是肌肉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管子當然要有屬於它自己的完整的輪廓 OK 所以這時候呢 最外面 喔 為了讓這個管子的輪廓比較明顯 所以它就用個結地組織 所以最外面這個地方 就不再用其他的特殊稱呼了 你就直接把它叫結地組織 三個層次就是最裡面的內皮 好 然後那個肌肉層 然後肌肉用的是平滑肌 比較一般的內臟 然後最外面呢 是用前肌組織 然後特別的地方是 它在內皮外到肌肉層這個附近 然後呢 就用了很多彈性纖維 來強化那個動脈的支撐力 好 那靜脈大致上也是一樣 只是說 它那個管腔呢 就比較 它的管腔比較寬 因為靜脈要的是空間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就做了比較大的犧牲 就是肌肉層 它的肌肉層呢 就比較多 然後這個時候呢 然後之後就是解粒組織 然後彈性纖維它也有 不過它的彈性纖維的密度就比較密 所以一樣三個基本層 最裡面在底 然後中間一樣就是拼花肌 肌肉層 肌肉層的厚度基本上就比動脈多很多 這樣跨的時候還不夠 這可能它再更活一點 然後最外面還是解粒組織 如果你有看到有一些參考書 還是寫說那個靜脈沒有彈性纖維 它還是有 因為彈性纖維是出現在細胞外 然後當年應該是觀察上的一時三肢 沒有看清楚 所以它的情況是彈性纖維的密度比較低 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 那動脈那邊的話是彈性纖維的密度會比較高 OK 因為血液循環必鎖式循環系統 在血液回收這個環節相對比較沒有效率 血液要流回心臟相對效率慢的情況之下呢 會導致比較多的血液流在血管這邊 所以靜脈要的是那個空間 導脈要的呢 基本上是能夠承受很高的血壓 然後更收縮力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有彈性纖維 平滑劑跟彈性纖維的優勢 可是它就必須洗上那個管槍 OK 所以不管哪一種血管 基本層就是會用到內皮細胞 來自於我們以前講的那個 胚胎發育的時候 不是有外配腸、中配腸、內配腸 內皮細胞就是內配腸來的 那肌肉是中配腸來的 解體組織也是中配腸來的 然後 所以裡面流動的液體 我們就成為這個血液 所以下次解決那個血液的問題 所以血管的部分就到這個地方 就是方向 方向動脈血液是離心 靜脈是回血 微血管是物質交換的主要的地方 那微血管裡面一般來講 比較難去談它的方向 因為很亂 所以一般微血管 你比較好從它的功能 或者從它的運作方式來講 直接叫微血管的話 它是以整個區域來運作 而不是一條一條來算 這是它的這個管線的設計設計 好 那下次就談血液的問題 今天就到這邊了 主要你已經選擇了 一條來算是 不同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誰 말로可以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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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